就怕伊波拉跟当年亚洲SARS一样 让商业活动受冲击 美股从9月底第一起美国本土首例开始 金融市场杀声隆隆 索性43名涵盖病患接触人士都安然过关 再加上已经一个礼拜 美国没有再传伊波拉病例 美股也才能在这几个交易日逐渐回归基本面 尽管市场反应转驱旅行 但之前两位感染伊波拉的护士 病情才大幅好转 消息面也转向期待10月28 29的联准会讯息 没想到伊波拉临买又再度笼罩 我怕我会遇到一些东西 但我可能会很高兴 他们在做更好的视频 目前对所有从吉内亚 赖比瑞亚 和狮子山共和国返国又有高烧倾向旅客 启动最长21天隔离观测期 虽是通报任何身体反应 但最新传出马令一鸣两岁女童确诊 成为第六个遭伊波拉侵袭的西非国家 不排除随着纽约确诊病例后 美国将进一步升级所有的防疫措施 记者洪新如 杨祺轩综合报道 好 回到节目当中 那好了 今天这件事情 我们也在持续跟大家做个观察 早上你们在盘房看到这样的一个消息 我们也看到了概念股就哇 那就买毛宝 因为毛宝也是上一次伊波拉里面 最强的嘛 对不对 它是龙头 不是龙头 它是指标 指标 指标 所以今天一看到这个就买 但是很有趣的 要稍微注意一下 减缓之后又跌 你看那个毛宝 对不是 它那个新闻一出来说 那个 纽约 有那个 那个有一个非洲的厨艺 那个委内内是不是 厨艺 一喊厨艺而已 三根还你 所以又讲说纽约又有人到了 应该叫疫情概念股 对啊 所以为什么那个韦瑞呢 他能够除疫 对啊 听说他们那边用那个什么 用那个AIDS的药物在那边治疗会好 到底是什么 他们会赶紧 那个让所有的疫苗赶快过关 所以一听到那个 就啪啪啪还你 但是已经有在 但是他这个还你的时候 因为整个状况 大家认为说可能还会被扩散 所以你看 连续两天流藏下营 所以今天一听到这个消息 有没有 啪就上去 而且它是很自然性的一种量能下 量能量缩的一个状态 跟疫情状况成正比 OK 所以这种是要疫情股 好不好 所以你稍微注意一下讯息 这个反正讯息一来来 对它有利的你就买 但是呢 该还你的时候也不客气 你就不客气 因为大盘没有量 你不杀人家 人家要杀的话 那你就会比较头痛一点 这一点请大家特别 你说没有量反正更好操作 对啊 就能选的股票不多 那好的股票 还能够动的 无量局里面 一亿有量股为操作 无论多空都一样 好不好 你看那个空方股 啪啪啪啪 有人在追杀 有没有 啪啪啪 那个没有人承接 有人杀就叭叭叭叭叭叭叭 掉下去 有人拉 咚咚咚咚咚咚咚 弓上去 有没有 你一看 可能这个是法人股的一个架构 啪啪啪啪啪 哇就出来 所以这个盘式里面 像这种股票根本不多 杀了也很多 那种追加的这个不多 尤其特别在最近这几天 你像那攻击 你看大盘那天 我们看那个K线图 日K线图来看一下 大盘这一天 大跳空上涨这一天 这天有没有 这一天居然怎么样 你知道 那天大涨 你知道下跌加速 跌停加速 二十几家 涨停十几家 奇怪 连续这三天都一样 涨停加速少 跌停加速多 这怎么可能是一个反弹的 一个强势格局 再来缺乏有效性的攻击 那个量能都哩哩哩哩哩哩 真正的攻击就是 我们说有效长虹 是带量争 对 砰砰 往上攻上去 那整体上面来讲话 你说 这一根大量 居然已经被越过去了 好 确定那是人家承接了 跑掉没 没跑 陈阶亮没跑 陈阶亮没跑 好 再来点他 再来点一次 点一次之后 如果再攻击强红的话 这代表什么 陈阶亮的人不但没跑 再来 或者新的追加意愿出现 所以我们认为说 如果他下来点的话 再拉上去 那真正的背离就出现了 那个时候来讲的话 往上攻击的机会会更大 然后越接近的 所谓的季报的公布区来讲话 季报的公布来讲话 对于整个盘式的一个效应 你也必须要做一个密切的一个观察 所以这一点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 但是这个地方要跟大家提醒的是什么 这一波下来之后 我跟你讲 那个好的股票跟烂的股票 你就必须要先把它挑出来 我们讲说跌升它是一个利基 反弹上来 我们说跌升的时候 波段性跌升 我们说正常回档买跌钱 攻击之后 那个角度很漂亮 对不对 正常回档买跌钱 暴跌型的就空头型的跌升来讲的话 就是先抢跌升股 对不对 跌升强坛 但是我们说真正的攻击波动 记得记得记得 真正的攻击波动 棒 红线之后的第二天 主流会带动 也就是真的全类性的股票 会出现攻击 这次都没有 好像里里落落 我们在我们的周刊里面 有特别这样跟大家做一个提醒 这个盘里里落落 完全没有主流带动 那就叫它列股轮坛 轮坛完之后还往下掉 因为这一波动的一个下弯之后 特别严重的是什么 很多的股票造成 比重很高很高 七八成以上 全部什么 空头排列下来 很多的 那个什么 季线刚刚开始往下弯 季线是代表一个趋势里面 很重要的一根线 很多的线型 刚刚开始往下弯 但有一些来讲的话 刚刚开始往下弯了 它股价离季线很远的 那个叫做乖离 所以它的乖离架构里面要谈 我跟大家报告一下说 为什么我们说看要130点以上 150点以上 这样子的一个红K棒才算 为什么 因为整体上面来讲的话 这个地方 就是反弹要接近2%以上 再来第一点 第二点 既然跌那么深 我跟你讲 要涨的话 就全面通红 跌很深 你涨起来没涨停 除非你是超大型股 我们台积电 还是金融股这些 否则的话来讲的话 你跌那么深 要有效性的反弹 就是给我涨停 否则的话 这个盘子的一个架构 就不对劲 这一点请大家特别注意 所以因为均线 这个空头排列的股票 你自己要检视一下 它的业绩如果不太对劲了 逢反弹 你还是要准备要走 这一点 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 好 无量局我们只做有量股 无论多空 好不好 那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我们说趋势性 这个趋势性的指标 特别是什么 做多的时候 你做趋势 法人的这个趋势股 它的基本面内涵来讲 还不错的 我们就把它第一价来 然后而且 它是有效性动能的 有效性动能 攻击攻击的 那样子的一个价格不错 你知道最近买最多的是什么 你知道吗 F凯胜 那个头信也大买 然后那个 你看那个筹码表 头信你看 头信跟那个什么 跟那个外资 沿路都大买 买不动为什么 我们在收看里面 特别有点这支股票 这个股票 有一个建商莫名其妙 这个成交量 才2000张附近而已 他每天都卖超过1000张 每天卖超过1000张 你知道吗 已经卖了1万多张了 就在这一段 就在这一段里面 就在这一段里面 卖了1万多张了 买到以前都买掉了 所以我们讲说 这都是什么 都不是有效攻击 这都不是有效性攻击 我们等他卖完之后 砰上去的时候 再来考虑 好不好 否则他也是季报股里面的 一个条件股之一 所以OTC里面 这一次恭喜有效的 有像先锋 龙岩 心脉 心脉量太小了 我们就把它剔除掉 投信有比较来的 密集在买的 有华兴光跟森达科 再来齐邦也是 但是齐邦是 后面的外资的部分 就没有买得那么的重 你看外资的部分来讲 它也是属于有效 但是它买的时候 没有那么重 就是轻轻再买 所以我们把它列入 第二级的 还有就是像 像立旗 立旺 这些有在买 但是它不是很大的 一个攻击量潮 上市的部分 就比较来的简单 上市的部分来讲的话 有效性攻击 你看他有打 我那天大进 第二天 就直接 这一天就是 这一天长虹带跳空 这个有没有 那是带这个买盘 大进的一天 所以这个当然 是有效性的量潮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像这个华航 长龙航 这都是有效性的 买进的时候 怎么样 往上拉 再来就是台积电 也有 长龙 金音 百合 莲勇 美丽达 巨洋跟巨大 甚至来讲的话像鸿海 第二级的 有像鸿海 和硕 新兴电子 红准 正龙 东森 创建 这些的购物 新兴电子跟这个友达是有点像 它就单一个买盘 碰上去 就带跳空的一个长龙棒 这一天进场然后带跳空的 走量说量说局 但是它只有一个单一的一个进产量 比友达还要差一点点 所以整体上面来讲的话 这些都是属于有效性的一个筹码 再来我们看一下第三季的季报 我们待会来跟大家详谈 第三季季报里面我们精挑续弦 也就是说它的第二季 已经比第一季大幅成长 结果第三季的营收还是大幅成长 而且位阶它相当低 本益比又相当低廉的 到底有哪一些个股 你应该可以做特别注意的 那么待会来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OK 好 所以只能找有量股了 对啊 这个诀窍 所以这个选股也是很好选 无量的你都把它拔掉 这样还简单些 对啊 极简投资法提供给大家 时间的关系带我回来 那听听看余哥怎么说 千万不要走开 我的世界有一点小 却是刚刚好 刚刚好 遇见最美好 坚持评委 育权